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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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信了还是伤心了 我觉得我成熟 一般人觉得第三个真的是成熟 我觉得是你看不清楚 可能自己把自己伤 有很多事你觉得看不透 所以然后你难受 你坐在那儿自己想来想去 想多了 你没看透 然后想多了自己难受 其实很多事 如果你看清楚了 你的承受力就没事了 你不会有事 你马上就走到一边去 因为对每个人来说有每个人的缘 有的人说 这个世界真的是没大事 你在意的那个就是大事 也许你在乎那些是微不足道 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 但他你就在乎了 那就是你的大事 他就如塞大一样压着你 就是你在义了 在乎了 但我们在乎了 如果这件事能伤害到自己 那说明你没看破 就在这件事上不透 就是有死角的盲区 就像你坐在那儿看不到我这边是什么 所以我抽纸的时候你一定很疑惑 你不知道怎么会抽纸起来的 那你一看到这块有个纸巾盒你就无所谓 有什么呢 有什么 有什么 怀疑是来自于有毛区 看不清楚 你要看透没什么 他说这场你的福报是不是都挺好的 你有什么事 我查你的音源都挺好 对 都挺瘦的挺好的 就是说你的福报也还可以 福报啊什么 成熟的时候都应该问题不是很大错 难道你在情感上不开心吗 那存在 嗯 情缘这一块你是个缺失 嗯 跟谁也在也是一样的 你都会忙 都会出问题 嗯 因为你不动 你不知道 你没法动 你的移动性 你的主动性很弱 就是说你什么都是等待 等待 等待不管情感 什么都是等待 一直处在等待的状态 而且很迷茫的在等待 嗯 这是来自于你的音源 被动性 被动 被动 在哪一个主动性 没有主动性 嗯 但你就是被动 这个被动没什么不好 正因为你是被动的 所以你会静下来 你会 因为你会不动嘛 不静 对你会 但是是因为你不喜欢自己的状态 嗯 你认为你应该主动一下 你认为不幸福啊或者是说 都是很困难的事对你 你不知道方向你怎么抓呢 好像怎么抓也不对 你去 你去 过去好像也不对 回来还不对 你不动就对 你不动 等别人来 来 这就是你最佳状态 最完美的状态 你不动 别人一定会发现你 但如果你不动 其实不管你动或者不动 你的情缘不多 你在情缘这一块不生 就是说你硕士上次就没结什么情缘 就没欠别人的 别人也没欠你 你你们情人要在 我觉得我是欠你 欠太多了 没有 这个是你的乱动导致的 乱动 就是说你心 化得不来 你是以如如不动 待在哪儿来承受这个世界的幸福的 那我做啊 如果你不对 你做在这儿 那我都 然后喜欢自己这个状态 然后呢 当然你该做的要做嘛 完成自己的家庭啊 生活里边干 然后你就坐在那儿 美美地坐在那儿 不动 心也坐下来 心也安安住在那儿 然后去去看这个世界 也许你看不透 蒙蒙颅颅也没问题 就这么蒙蒙颅颅的活着 这个状态是你最完美的状态 那有时候也看啊 看大问题啊 然后就也会打扰我的 是 是 是 打扰到你就羞嘛 因为你也没看透嘛 那件事情你去想 你猜忌的那些东西 也可能是真的 也可能不是 是不是 一半一半咯 是不是 那 真的假的 你有力量改变吗 没有 是吧 就是我们要不放弃 要不拿去 都没有意义 知道吧 所以不需要想 是吧 我就很挣扎 是 你做不到 你觉得我 我不想想 但是我还是想 你的生命没有目标嘛 我还是那句话 你 你才把眼睛完全局限在你的家庭上 因为你现在 你不爱 你 你其实是 你想都 但是你的 舒适的很多又也决定了 你一定是 安住在某一个地方 你的移动性的主动性是很少的 就贴心里面的东西 所以你只有不动 你听着 很多人会欣赏你的 很多人欣赏你的 你就一动 大家都觉得 有点错位 知道吗 觉得你怎么 这个人憋了 怎么这样子呢 有些人会说 哎呀 而且你的动 一定是带着 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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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动 就会得罪人 人就会觉得不舒服了 所以你不动 你就善悦缺过来了 有时候你一动 肯定是有人惹你了 然后心里烦躁不安 或者是有问题了 你才是动 你一动一定是 吵架的节奏 或者是伤害的节奏 不是伤自己 就是伤对方 所以你就在这 不要 那等 说打不破 你家真的 也不一定 有时候你也挺厉害的 你可能一句话 他也挺难受的 你感觉 因为你冷冷的给他一句 他可能好几天犯不过事 我告诉你 是吧 你好像是 其实 因为你心里很难受的时候 你冷不病的 认出一句话 别人受不了的时候 也不要小瞧了自己的力量 你很厉害的 是啊 有时候冷冰冰的一句话 你的 一旦你冷了以后 那种冷冰冰的那种状态 然后呢 冷冷的那句话摔出去 别人可能好几天 心慌难受 喉咙也堵了 全身堵住了 是吧 但是你觉得 你已经很伤心很生气 你才那样说 但是你很生气很骚气 带着你的力量说出来的 他们不接着能受得了 你要解脱出来 你要听门佛法 而对你是更重要 佛法更重要 你只有听释迦牟尼 要听经 就是听释迦牟尼 不断地讲 哪怕你看不懂 你就不断地去留 听哪一 我记得你家里 就是说放念佛记 什么拿着爱去 然后呢 听经 就是听他讲的那些东西 就是说你听不懂 他就念圆经嘛 金刚经 你就那些经 不断地你就 比如你坐在家里 你反正就在家 不管打扫卫生 还是收拾房间 你把那个让他讲 就是金刚经 出第一篇念叨 他不是网上有那种念顺 你就放开 让他念 或者是一些视频 或者是 比如我们印度盟 你也能看嘛 有些讲经 你就放开视频也可以 你也不用说一定要听都啥 你就让他那种声音 不断地回响在你的耳边 那佛经的声音 很快你就静下 你就不会疑 你也不会晃动了 你需要去声音 知道吧 就那种声音 不断地静 我就教你这个方法 其他的说多了 还没有意义 对你知道吧 就是声音 你对声音特别敏感 嗯 所以那种声音 不断地让佛 就是佛 就是四月的 就是不是四月的 就是那种 讲经的声音 从你的耳 每天留在你的耳朵边 就这么不断地循环 是 你就会安静下来 或者光神佛上 在念念良心的念 我一听 你就静下来 或者你买一个那种庆 你知道四月有那种庆 就是我们去叩头礼拜的时候 你蹦 就敲那一下 你烦的时候自己敲一下 你试一试 你买一个庆 放在你的工作上 没事了 你就敲一下 哪种 庆 就不是我们去四月里边 不是那种 大家搞的 不是不是 不是 那是沐浴 那是沐浴 你也可以买个沐浴放在家 比如说大家不是 有时候一靠头 有个出家人在旁边 蹦 都给你敲两下 就那个东西 敲 然后静下来听 敲 然后自己坐在那 不要多听 敲 每天敲十几下 然后把戏调过来 你对那些声音会很有感觉 就我听听听听 很有感觉的 听经或者是听一些 不是 那个是 那样唱出来的那种 我一听我就觉得 满声到有种 对 你就听那种 奖金的声音 一个寺院的那种 城中木骨的声音 尤其敲那个沁 敲那个沁 你就能静下来 是 这不是住院吗 这个挺好啊 然后你安静下来 把这个事件的事都忘掉 就是 声音就这个问题了 嗯 然后呢 他那次慢起来 你就深呼吸 让他沉浸上来 每天处在这种 静静的状态 有一天 你突然就听懂了 我建议你是 放金刚经 或者是 不断的反复的 放金刚经啊 法华经啊 这些经典 嗯 你开始听不懂 就是原经文的念诵 然后你就静下来 你就满声 自己挑这个情 敲完了 自己静下来 拍着腿坐那儿 不拍就坐在凳子上 有一天 你听听听 你要静下来 突然你就听懂说啥 那个时候 很多事情不会困扰你了 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情 突然就像解套一样 从你的耳根啊 从你的耳根里面就解开了 对啊 很多很多就像 现在的情感 或者很多事 就像在你的身心打了个结 就像在耳朵上打了个结 因为我们难受 不是六根难受吗 眼耳鼻舌身 身体难受嘛 心 心是什么 眼耳鼻舌身意嘛 意识嘛 全身难受嘛 那其实是 情感就是在你身心里面打了个结 哎 你你只是听听听听 突然一下听懂了 突然那个结就解开了 解开的时候你就觉得 你就不会说 那个是个问题 你觉得 那个问题也没解决 哎 他就放在那 他们会解决的 我先在猎活吧 你觉得自己很伪心 很伪心 然后就就就 我要想想整整整啊 然后就就就自己很容易 你不需要忍 你也不需要等 你需要幸福的生活 因为那个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你需要自己幸福的生活 因为我们未来还有五六十年是吧 我们才中年嘛 那么这五六十年 我们安排自己怎么过就好了 你何必去等或者忍呢 婚姻这件事 可以结婚也可以离婚 也可以不离不竭 就这样搁着 不重要啊 因为有小孩很多人就保持这个状态了 毕竟我们也相伴相伴了几十年 而操心小孩就操 孩子来了有事解决呗 是吧 没事人家要活人家的 人家没事你还操心 这不是你多事吗 人家没事说每天站在人家旁边 我操心你啊 我操心你啊 还是说这有病了 好吗 人家有事了 说我有点事 妈妈你帮帮我 这个可以啊 那没事你操个啥心呢 人家没说一辈子没事了 你想多了 是吧 现在最重要的是瞧过自己 是吧 现在自己都 都无力 好 我建议你 就是空谈说 让你放下这些 说这些东西一下放不下 是吧 总是坐在那儿就想起来 好 敲 请 听 经 敲那个东西 那个声音会爱抚你 你听到那个声音会静下来 敲一下的时候 让自己的心定下 敲一下的时候 让自己的心定 当 然后就点 再敲一下 然后心 一点一点一点静下来 然后那个 那个经典的声音 不断的不断的 在这个声音 这边回响 两个耳朵边回响 回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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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就突然就 心结迈开 你就这样修 真的可以的 你不信试试 我其实已经超越那种 压得我 但是你这样会通过这个状态 会解脱吗 你甚至会解脱到 你这是个修正 以前更加不行 我要一说 我就 是 你这是个修正 我现在说 你放下美区 放下什么 让你解脱到那个程度 也不可能 是吧 这件事 你现在就是 这件事 成了你生活里面 很重要的一件事 它不重要 先把另一件重要的事拿过来 你的解脱才是最重要的 我刚才第一天 我就已经熟路不一样了 那一件事情更重要 放在你的生命的首位 其他的是排在第二第三的 不可能排在第一位的 那好 先做这一件 但这一件事做成功了 其他的原来就没事了 知道吧 这一件事成功不了 其他的事会生事的 没完没了的 但是就觉得自己动心了 必动是你的美 知道吧 你不需要动的 你就是这样的 老师觉得 哎呀是不是要跟着心去 不是的 你变不成他 你也变不成他 你变不成他 你变不成别人 必动才是你的美 那些老师 你跟着气了又怎么样 你会等来一切姻缘 我告诉你 你要动 你要乱动不行的 你要乱动 你会错过所有的一切 安住人 走到哪儿 安心安心安心 向自己安心 一切就成功了 知道 你要是安心 一切都会越转 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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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安心 一切都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糟糕 我都知道 嗯 你安心 不要管他老公干啥 你也管 管他干啥 是不是 他也不过 他真 最重点是你要明白 他折腾来折腾去 不过也就是想活得开心点 那有啥呢 难道你爱他 他不希望他开心点吗 你希望他因为你不开心吗 或者他做任何的 赚钱也罢 甚至泡牛也罢 哪怕他做啥 他不过也是活得憋怯 想活得幸福一点 你也知道那些带不来幸福的 只是他没办法嘛 那些要给不了他永恒的幸福嘛 是吧 那么OK 你就好好地 你以另一种方式来获取幸福了 你去修行啊 修行 最后获得的自在 那些东西是虚的 是幸福一会儿 一会儿就又苦了 那这个是 获得一点 你就有一点 不会失去的 再获得一点 你成功一点 就自在一步 成功一点 就自在一步 你是从自在里面解脱啊 你是一层一层一层 在成长 现在人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 可以做的 那当然 你可以啊 怎么不可以啊 可以 我就告诉你 你就听经 每天行主做 听经 然后呢 敲那个东西 那就可以了 就这种声音 能让你心静下来 你会发起一切忘想 所有的都是你乱想 谢谢 你马上就定下来 这个法器很重要 那这个法器 对你蛮重要 这是个小的 你们那个 这也是一种养分 是啊 是啊 每个人有自己的 的缘分嘛 你就挑它吧 挑个就是那个波 然后没事了 自己突然很烦 怎么烦 怎么样小朋友 你试试 你挑一下 但是说你念个佛号也更好 你不念也行 你就挑这个声音 然后呢 坐在那 然后呢 你就去 你内外 都是这一个声音 因为 当你听下来的时候 这个声音 它一想的时候 你觉得整个声音 都是这个声音 没有其他 其他了 然后包括你的六根 佛说这个是虚幻的 因为这叫六根嘛 四大结空嘛 比如说六根 六根跟六成是虚妄的 内外是虚妄 但是我们感觉不到 是失控幻境来 三维角度的幻境 但我不知道 你先从这样修 当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你会拖 你会另外好像不动 好像变虚空 全是这个声音 有一天你会听到 买虚空 全是这个声音 但是这个声音 是没有意义的 知道吧 所有的一切 跟这个声音 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人生 包括生命 包括你的红衣 都是没有意义的 就像这个声音一样 是你赋予了他太多的东西 你委屈 你忍辱 你爱 你不爱 你恨 你称恨 你嫉妒 你抱怨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在那乱想 八百六七个乱想 一天从早想到 哇哇哇 就在这边乱冒 就像冒肥皂泡一样的 所有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跟这个声音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声音是没意义的 一切都没有意义 是不是 我不是 这个不是不消极 这是个修行方法 我不是让你说 你只嗑瓜子没意义 饿了就嗑呗 是吧 就是想吃你就嗑 但是是 这是个方法对你 就是让宇宙的一切都融化在这个一个声音里 知道吧 这个 这个只有这 对你就有一次受在一个声音里知道 所有的一切都会 都会回归到这一个声音里 没有意义 你不需要赋予它太多意义 你不需要赋予爱与被爱太多意义啊 如果是你赋予它太多意义 你就会委屈啊 所以我就是可能缺少这些声音 因为你有人力的 是吧 你有人力的认知 你认为老公是应该爱老婆的是吧 你认为老婆是应该去做一些事 老公就应该回来应该去做一些事 没有应该啊 整个每个人只不过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想活得更幸福一点 所以他就努力的想幸福 因为每个人调心的方法不一样 有的人去吃喝嫖毒了 他也是想快乐一点 有的是去修行了 有的人去吃肉去 去吃大排道 去吃那个什么 去跳舞唱歌 有的人坐在这打坐了 大家都不过是想让自己安心而已 是不是 如果走的路不同 只不过有的路是走向解脱的 有的路是要它泄得更深 比如说吃喝嫖毒或者是去赌博去吸毒 去跑去禁止 或者是什么 只是那些东西呢 无法走向解脱 那些它只不过是让更幸福 但是会觉得自己越泄越深 他没有办法 在那些事情上很难解脱 也不是说那些里面没法 只是人力 他的智慧 达不到在那些 车拉扎碎里面 刚开始就去 能够在贪 贪乱和祥送里面走向解脱 他翻不过来 他会越泄越深 但是比如静坐 禅定 去修一些散法 或者是做一些 这些功课呢 能让我们逐渐的解脱 其实所有的路没有什么不同 当你成就以后 你会知道 上战草也能借空性 人家有的人说 就禅宗祖师也说 真的持刀上阵啊 我都能借佛 借如来啊 人家都能借本性啊 持刀上阵 战草上也有佛 如来空性无处不在吗 只是这个 这是禅宗的概念了 就是说我们破了所有向 但是每一条路 你相信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你跟你丈夫平水相逢啊 你有什么资格要求他呢 他也没有资格要求你啊 你也不需要把幸福 搁在他手心里啊 平水相逢 大家就是每个人 只不过想自己过得更快乐 更幸福而已 谁也没有错 只不过他们选择的路不对啊 所以释迦牟人会告诉他 有更好的路 这个路可以走向解脱 你那个路可以走向轮回 如果你愿意轮回 就也可以 没什么问题 如果你不怕承受恶报 也可以 没问题 你不怕下地狱没问题 你继续啊 反正是有因果的 所以佛只是说 告诉你 有些路是可以走向解脱的 有些路很容易让你迷失 但是不代表那些路不可能 他也有时候有展示的快乐 是吧 没有谁更高尚 这些路 没有谁走得更高尚 只不过想 每一个人性来说 每个人更幸福而已 在佛学这儿是这样 那这人力的道德规范呢 那就有高尚卑鄙之说了 那在佛性 空性的政界里 在佛学里面 每一个人都只不过是走向自己幸福 想获取幸福或者安心 他心不安 很空虚很难受 他想安心安住 他有各种方法 甚至去杀人 或者获取 他去杀人 或者偷到 他去抢银行 他偷了钱 他觉得安心了 他拿了钱放在家里 他觉得他可以生活无忧 难道他爱那几个钞票吗 爱那几块纸吗 不会的 是他安心吗 他真的拿了钱 买了什么东西 他也没有 他甚至都放在那不花的是吧 很多人出钱在家都不花 所以只不过每个人 去买一份安心 去找一份安心 是不是 有的情绪暴怒 就是他很痛苦 他很烦嘛 他今天心里难受的钥匙 他杀了个人 他也不过就是 我觉得杀人 我很快乐 他从那个杀人里边 寻找快乐 有的人说 我杀了我看见血 我很开心哦 是吧 只不过是每个人 选择了自己喜悦的方式 寻找安心的方式 但是有的人 就伤害到别人了 他这种安心的方式 伤害到别人 因为他杀人嘛 放火嘛 有的人安心的方式 就是把自己伤了 是不是 就做了很多行为 让伤害到别人 也伤了自己 但是有些方法呢 就是说能够让自己 逐渐的把自己捞出来 从这种状态里 捞出来 我们现在不是有种状态 很不舒服的状态 比如说抱怨啊 自责啊 或者是委屈啊 各种状态 反正是很低迷的 很不舒服的 那修行就可以 从这种低迷的这种苦海 我说这叫苦海嘛 把自己捞出来 因为那做其他的方式 比如我们去吃东西 好了 翘翘哥翘翘舞 或者是去买个新衣服 或者是我们去赌场 赌博一下 或者是跟大家 不管做什么 这些好下方法 没有太多力量 自己获取不了太多了 回来照样烦 当下可能有一次怪 但是修行这一块还可以 我觉得 它能让你自己 只要你坚持坚持 还是可以的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没有什么 一定要抱怨 你站在这个角度 看所有的人众生啊 有什么 甚至你都谈不上慈悲 因为你理解他 理解他 他 他不想回家 他有他的苦衷 是不是啊 他他可能事业上有障碍了 或者是自己身体上出问题 你这么久 你关心过他的身体健康吗 如果他不想回家 有的人在外边 老在外边兜风的话 他血脂高不高 他肝气 肝功能肝上是不是长流子了 他的血压呢 是不是他的身体出问题了 他就不想回家 你知道吗 你关心过他的身体健康了 你一直关心的是他情感上 他也上水了 你有关心他的情感 他的身体状态是不是 他已经不 不想待在一个熟悉的地方 或者有些空间让他很懵 是不是 他需要一个 不是自己的 就是说陌生的地方 因为家是很熟悉的地方 那些熟悉的东西让他很压抑 因为他看到熟悉的东西 他觉得就有牵挂 他心已经 就是挂上了 他承受不了压力了 他要 他事业上压力很大 那么他在家庭里边这一块 他已经 他要负责任的 他每件事都让他切挂 所以有的人心力很好 反而是不行 承受不了 父母 孩子 家人 朋友 所有的人都抓在他心里 然后他要做事去做 这些人有时候苦不堪言 如果他不回家 或者他出去做些事 你真的要理解他 给他这个自由 让他去放风 知道吧 那叫放风 就像他家里很空气不流通 家里空气不流通 因为所有的家人都抓在他这儿 已经堵塞了 说明他很看着家 很看着家人 那些东西把他堵塞了 堵塞以后 或者他身体已经不需要 血压高啊 血脂高啊 到中年 他就需要放风 但放风的时候 他喜欢去陌生的地方 谁也不认识他的地方 然后他在那更自在 因为那些人不需要他挂爱 不需要他负责任 知道吧 如果有要求 对他有要求的地方 他就受不了 因为他已经快压垮了 就像那个骆驼 就差最后一根稻草了 一根稻草就能把他压死 所以他那个时候 极需要卸下负担 他去陌生的地方 他才能轻松起来 但是他也需要 他需要去 也需要救度 也需要帮助 但是你在关心他的什么 如果你只关心他不回家 是不是爱上别人的女人 那我们就太自私了 那么我们应该 如果他真的是你今生的伴侣 或者是他 你陪着他走过了那么久 你内心深处应该考虑到 他今天在吃什么 他现在在哪里 他的身体好吗 他快乐吗 他幸福吗 这才是爱啊 我今天很好 我今天吃了一栋美餐 而且我坐在家里 睡在家里 把房间打烧 没散开 又看了个电影 或者是什么 看了个电视 我还能听听敲敲钟 还听听佛法 我的生活如此安逸 是吧 没有前半生 他的陪伴也许没有啊 或者如此 我今天这么幸福 他在外面崩崩在干什么呢 他是不是在 现在苦苦乐乐的学物里 还在那挣扎 是不是 就算他爱上了别人 因为他也没起初跟我离婚 现在 那么他是不是更苦 是不是 一个爱上别人的人 他不舍得跟你离婚 你相信他不是 他在俩边 俩边难受吗 你这边他放不下 那边逼着他 没钱 俩边哭 你相信他中间那个人 能好受吗 他更苦 他比你哭一万倍 我告诉你 他不爱上还好了 他如果爱上了 苦不堪言 知道吧 你又没犯任何处 他能跟你离婚吗 又有孩子 他舍得吗 他舍得让孩子没有父母吗 他情理上 从道德理念 从情感上 从哪一方面 从做父亲的角度 从责任感 他都不能离开这个家 都不能放弃这个家 他又爱上其他女孩子 你相信这个人活成啥样子 你想过吗 去 如果我们理解他 把他解脱出来 带他解脱 而不是破坏他的爱情 你也知道 让他即使跟他结了后 他一样的不幸 知道 我们不是说放手 如果他一定要说是跟那个人结婚 放手就放手 你跟孩子活得很好 你去追求你的幸福 但是如果他还没有起出来 那OK 去了解 如果他不跟你说 让他自己处理好了 他最后一切会结束 你就过你自己的幸福的日子 然后把自己擦得光鲜亮丽的 每天幸福地活着 让他说 你活得这么开心啊 生命难道有这么美满的东西啊 你为什么不面对这么多事情 你的心如如不动啊 他会敬佩你的 你知道吧 因为他在苦海里 一个站在苦海里的时候 回头看到一个 在这个世界活得很安定的人 他会很景仰的 你知道吗 因为实在太不容易了 佛说这是苦海 你这样在苦海里活得这么自在 是吧 你在苦海里活得这么美 这么甜 这么自在 你知道这个人 他摩拜 知道吧 你马上就撤他偶像了 我告诉你 所以活好自己 活好自己 然后关心他的身体 他不用你关心 就不要靠近他 你离他远点 是吧 也许他正在苦海里挣扎着 看他自己的能力了 让他拨腾几下 是吧 活好 一定要活好自己 你要想赢在这场会 活好你自己 活得越开心越好 越幸福越好 你死也好 没有他 你可以活得更自在 一定要达到这一点 知道吧 你可以的 相信自己 因为我们这 到现在了 吃穿 吃的少一点 我们也不求 大于大于不求你 你都是幸福的 我相信 你又不是每天 要三争海为 鲍鱼 鱼吃的吃 你跟鸡蛋几个豆腐 一碗米饭 都够了 又花不了多 住宿有了 你还求个啥呢 就是 既然无所求 好好 还有佛陀的智慧 能依止 还有经典 还有老师 还有佛陀 道友很多的 依止 好 依止的这个 就像两个拐杖一样 你主着佛陀的智慧 把那个目标定的高高的 我要成佛 这世界最高的了 因为比较难 所以这个目标最高 定在那 勇往直前的往前走 是吧 所有的人都会羡慕你 你老公隔两天 他需要 需要你问候 你问候一下 就说看你挺苦的 需要我帮助吗 如果不需要 继续搏腾 继续在那儿挣扎 是吧 可以啊 然后想去哪去哪 想旅游 旅游 你现在孩子也大了 旅游 朝山 去想干啥干啥 那个动 但是是因为你心安 心安住以后的动 那就没问题 你心乱动 最糟糕就是乱动乱想 你又乱乱想 忙无目标 知道吧 生活会一团糟 所以我觉得婚姻 切记 不要去关心对方 爱不爱你这回事 这是最 这是最 最美意识的一个 一件事了 结婚夫妻 关心对方 爱不爱你自己 这个问题 你说她爱不爱 你说 你说你爱不爱她 啥叫爱 是吧 你不要问 你看看她活得好不好 她活得难不难 她身体好不好 她身体难受不难受 这叫关系 她吃上饭了吗 她有没有爱吃饭 她今天睡着睡不着 是不是 她的压力是什么 她来自于哪里 她的压力 你能帮她解决一风吗 你这样想就叫爱 如果你只去坐在那儿考虑 她爱不爱我 她是不是爱撒别人 女人了 这不傻吗 她肯定爱撒别人 我告诉你 你要每天这样想的话 她肯定爱撒别人 每天考虑的问题不对了 是你错位了 知道吧 婚姻里边 因为结婚这么多 有孩子了 是不是 你们之间的拍档 拍档 婚姻是个拍档 你们已经互相战友 对吧 就是说已经结婚 有一个名誉上的夫妻身份了 那么就是 共同去迎接生活的风吹雨 大浪急 遇到她可能会很多问题的 在这儿 如果难得她又在外边做事 那公司啊 事业的压力蛮大的 是吧 现在什么也不好做 我相信 那各种压力她是怎么度过的 在那个期间 她是否跟你抱怨了 是否跟你诉苦了 如果没有跟你个孩子诉苦的话 那她还挺厉害的 那师傅抱怨 师傅她闯不过去了 师傅她是很低沉 她是怎么度过的 是不是 说的这一切你不了解 然后你在家里只考虑 我会不会失去她 她会不会爱上别人女人啊 她为什么打电话 我打电话她不接啊 为什么不回短信啊 为什么她说话这么冷淡啊 她肯定心里没有我了 她连自己也没有 她还有谁呢 她谁也没有 中圈的时候 谁也没有 我告诉你 这个众生都是这样的 我们心中也没有 我们只是在抱怨她 你有她吗 你有她问问她幸福不幸福 还有你有她的时候问问她 我在你身边师父带给你幸福 你有她菩萨最起码能达到 我在你身边我带给你无畏个幸福 这是菩萨的无畏力嘛 无畏布施嘛 还有幸福我能够带给你安定啊 让你的心不去乱动啊 然后带给你无畏啊 不要怕 天塌下来我们两个顶着 这是一个正常的爱啊 一个妻子的爱啊 没关系啊 爱不爱 你说你又选择了别人 从于理于得各种 你有道德观念 有社会议论的压力 有很多压力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外边工作 这个男人突然随便出现个美丽的女子 而且这个女子很能干 每天跟她在一起 她要不动情的话 我觉得这个男人也算 我不知道是个啥男人 我觉得很有可能她会晃动 没有可能不晃动 是不是 如果这个女孩子也说很爱她呢 我美女活不了了 那这个男的我觉得晃动的可能很大 但不代表她会抛家气质 她可能短时间内可能有一些晃动 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 我觉得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已经四五十岁的成熟的女人 都应该理解这件事 难道我们不晃动吗 跟你有缘的注射 虽然你不是说看见一个男的长得酷 你可能晃动的是那个男人的气质 或者那个男人的呵护 对你的呵护 或者一个问候一个关怀 你都会感恩突然心里别晃一下 这都有可能啊 甚至跟你很有缘分的人 他对你无为不智的关心你 你很快就心里情感上倾斜依赖他 都有可能啊 作为一个成人我们能够理解这份感情 能够理解 但是不代表我们会做 但是能够理解知道这种晃动是有的 但是他不能带给人幸福的 他没办法 因为你如果能晃动一下 你就跟他在一起 晃动一下 但是这样这样的有 慢慢的你会失去所有的 没有人真的会爱你的 因为你你如果跟着自己的欲望 去跟着这些跑的话 那你你会厉死的 而且最后所有的人都觉得你 他一会你还爱上这个了 一会上那个了 那算了 回家别人就离开你了 这也是英国 但是但是我们站在这个角度看 所有的人不过就是想 活得开心一点 因为空虚无聊嘛 如果一个人解脱了你知道修行啊 到一定时候他他他他又解他稍稍解脱一点 他的心很安定的时候 他的内心你知道才那个时候才充满 他不会带着情欲去看这个人 去看人看男的看女人 所以这个人如果在他在修着修到一定时候 你知道我们我们现在你知道 女孩子男孩子有个 我们是带着情欲看人的 因为我们的我们来自于父母的情欲啊 比如很多女孩子是看见前面有个帅哥 他就想那个帅哥喜欢我嘛 其实他不会跟他态恋 他也 但总会想留在他心中好一些 男孩子看见一个漂亮女子 只会要只爱 那个女孩子也许爱上我了 是吧 他总会这样带着情欲去 去揣度对方 去看对方 男的女的都是这样 但是你要你修行有一定定理 你不会带着这种也就是有事的 男人女人只是两个人而已 你甚至都不会看他是男的女的 都心中没这种概念 大家只是交流的一个伙伴 然后你那个时候你就不会晃的 如果你希望自己在对方心里 留下一个美好印象的人 那你一定会晃 你倒不是说真的要跟他怎么样 你希望他能够 你在他心中很美很完美 你就会晃 或者你孤独你希望他陪伴等等 需要自己有成就感价值感 需要自己被所有的认可 你都会晃 但是修行就可以突破这一层 然后你就不可能随便爱上一个人 一定是你爱上一定是非常有缘 或者各种有缘具足了 你才可能轻易地迈出那一步 你就不会随心所愿地去选择 伴侣或者今天一个明天一个换 他这个需要修正的 如果不修正在前面这个情欲的范畴 我不敢 我觉得99%的男女都会犯错 只要有因缘具足 甚至你说 不管你老公的事 你坐在这里 现在是心平如尽 觉得我不会 如果有一个男的真的是 各方面都满足你的叶耳鼻舌声音 真的很优秀这个男的 他说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没你就活不了 我就是你的 我就是喜欢你唯一的 每天都要跟你供 你老公又这样 你为了报复他我也咱俩出去吧 就是很容易 就是那种选择就是莫名其妙的 你就不会 不管是出自什么 都很容易去做一件事 但是你做这件事 你认为你是伤害你老公吗 也不是 你不是有意要伤害他的 你只是满足自己的愿望 那一刻你被情所动了 打动了 但是整个做完你 整个这个男的在一起 哪怕你去优惠做 所有的事情那一刻 你都没有想自己是要杀害老公的 你不会想着这件事是在杀害老公 但是就在杀害老公 但是你做的时候 还不是你想快乐一点 你还想过你要杀害他吗 是吧 所以我们悄悄做怕他知道 因为怕他伤害 受伤 是不是每个人都是 但不过在做的过程中 你一点也没想杀害老婆老公 每个人都是都想 还只不过是我很 我被情所动了嘛 我也很无聊很孤单嘛 虽然结婚了不代表我们不孤独 那么我们就那一刻就是被情打动了 就这样 在婚姻里说这是个错误 没结婚好像说 还不算错好像 这是选择 结了婚变成错误出轨 一结婚变成出轨 就因为一招婚 是吧好 觉得这是道德 一下子上升了里面 这个也没办法 这中国就是一夫一妻的 是吧 这个谁把他上升到每个高度 你都应该理解 上升到道德 上升到不负责 上升到出轨 上升到奈人 什么奈杂 人家说啥你也行 人家就给你上纲上线嘛 但你很委屈 你觉得我不过就是那个 刹那直接被情感动了 有的还真不是我为了生理的欲望 还真的是心里边觉得 真的是有时候 被情所动 被感动了嘛 我觉得这些都没错 最重要的我们站在什么角度 看生命 我觉得你要野光开阔一点 不要从你的家里边走出来 看天下的婚姻 看所有人的婚姻 你坐在这你就会 豁然开了 你就不再局限于你的老公 他的老公 他的妻子 然后你会慢慢的 然后依止佛法 走得更坚强一些 然后呢你再去 看你老公觉得 哎呀那可怜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啊 你就除了俯视他了吗 对啊 都是人嘛 我们应该理解了 站在一个四十岁的女人 我们应该四五岁的女人 都应该理解这件事了 是吧 我们经历过是吧 都是人嘛 不要我们 我们也不要再去很轻易的 在情感这块去抱怨 要求 债友 控制 嫉妒 去做这些啥事 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 是不是 我们不做这些事了 因为这些事情太 不是我们的标准了 十八九二十岁的时候 说不定去激情澎湃 四五十岁了 我们能压抑 能控制了嘛 而且很多事情都经历了 而且有孩子了 我们的心安定了 孩子会很幸福的 不管出现任何问题 父母的安心 都是对孩子的 都是一个 就是说孩子会很幸福 包括就是说到现在 你看就算我们老了 就要我跟我父母住在 我父母如果安心 我也觉得很幸 那就是帮了我大妈 是不是 他不要对我做什么 是吧 父母说哎呀我帮你些什么 这可能吗 他八十岁怎么帮我 他安心 我就幸福了嘛 他能安心 他就健康 他就 是吧 能把自己照顾好 我们也是 不管他在天涯海角 在坐着什么 你在天涯海角坐着什么 你们俩安心 孩子就幸福 就那么简单 不管你经历着什么 他经历着什么 安心 你希望他安心 也希望自己安心 是不是 然后去 如果你真的是觉得 还挂着他的话 看看他的身体吧 真的是 你应该关心他的身体 是吧 关心他的压力 他解决了嘛 你帮不到他的 因为每个人的压力 是有受制造的 对 你不一定能帮他解套 但是 你应该安住在这个角度 如果他的压力很大的话 不要打扰他 你的不打扰就是对他的帮助 知道吧 让他自己走出来 以他 以他一段时间自由 让他走出来 让他自己解套 知道吧 他可以自己 每个人都有自己承受的 承受压力的能力 慢慢慢慢他就解脱了 解脱了他会很感恩你的 但是这个 我们说容易做很难 做比较难 因为我总是在家里 如果时间久了 就会举陷在某种状态的人 不能治吧 这个时候我就说 你一直佛经梗 有方法有工具的 它就像一个拐杖一样 你腿不好我就走不动 我就转个拐杖 就是医子嘛 都好了我坚强了 我拐杖就可以扔掉了 医子方法 甚至有时候乔心 有时候 就像我也是个女人 我自己 我以前 有时候逛高间 也是乔 但是我会用佛陀的智慧 去指导自己 去 那因为佛的智慧 佛的那些智慧 我经常会记在我的脑子里 我可能不是每时每刻 都能够把它 用于我的生活里 但是我知道 我做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下不为力 下次又犯了 下下不为力 每天都 甚至说 哎呀要原谅自己吧 自己也不是完美的 不是圣人 甚至原谅自己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是不是 都是哎呀 甚至上一秒做错了 马上很糟糕 下一秒就觉得自己 怎么那样做事了 那样说话 下一秒说 哎 我已经错了 只要我下次不犯 好 我现在先把它放下 我不能让它再影响 我的这一秒生活 这都是修行 你知道 这样 我感觉自己成长得蛮快的 这样子修 嗯 甚至甚至把人逛街 包括出去玩啊 什么都成了修行 嗯 然后买 买新衣服也是修行 嗯 就是说 因为你也没有太多 然后不出去嘛 或者是 不管是做什么 吃瓜 喝茶 跟朋友聊天 自己静坐 禅定 看书 都是嘛 嗯 因为人人也没太多的 我们也没太多 有的亲戚书画 有时候我们也 你太多爱好嘛 嗯 那就做嘛 比如静坐这些 你肯定可以的 然后听听佛经啊 悄悄清啊 或者是 然后呢 在房间里打扫一下卫生啊 弄得干干净净 自己做 弄个佛塔 坐在那儿啊 喝点茶都可以 然后 关心一下孩子的事 老公他成长那么大了 如果需要你的话 你帮帮他 不需要你自己搞好事情 因为这个年龄呢 你不需要把 把你的 把你的 你一年放在他身上啊 我们都四十多岁 你快四十几了吧 我们都人到中年了 我们未来也就几十年了 嗯 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 好久也没人打扰了 哎 哎 突然有一天 原来我的生活又回归到了零点 原点 我又开始 重新一个人走了 那就是姑娘的时候 没嫁的时候吧 好 好我又开始我的时候 孩子大了 出去了 老公不打扰我了 好 也不要求我什么 最最佳时候 重新开始 那个时候 二十四 二十四我的时候 那个时候想把自己嫁出去 因为你想要结婚啊 要 现在 我未来 我怎么过 安排自己的生活 婚姻我经历过一次了 是不是 如果你准备经历第二次 当然你现在没离婚不能 然后如果你要婚或者什么 经历第二次呢 再说了 又有缘的也可以 如果没有缘 你足够你的生活经验 跟阅历足够走完你去 现在姥姥还有牙老月啊 各种疗养中心 哎呀随便走 是吧 你抽啥呢 何必在这儿浪费时间呢 在 在情感这一块浪费时间 你说 浪费我们的生命啊 太珍贵了 你浪费我们的生命 再重新塑了一个目标 重新来活 比考大学有什么印度 这个 只有这种目标 这些修行成道这种目标 是解决生生世世的问题的 连下辈子都解决了 下辈子再也不会遇到这种老公了 是吧 这全解决了 下辈子晒报全熟嘛 甚至是浪费下报 全是晒报 你想要啥有啥 知道 没做的天见呢 心想事成 是吧 有时候去走走呀 比如要去潮潮山 但是广东也有很多名色 比如南华市啊 六族的道场 这都是很多修行人 梦寐以求要过来朝圣的地方啊 广小市啊 这些都很有类似了 甚至广州的六中市啊 这些什么的华里市 这些都是达摩当年 灯啊 厚国 六族 厚国 厚国 国恩市 等等这些 这些都是很 对于有名的道场 还对于油门市啊 这修有老和尚 有时候去 如果修行的话 有时候这些 刚开始有时候去 说自己繁出去走走 去这些地方 有时候 还是能够让自己心静下 也不要去看 哎呀 生日首不首街啦 哎呀 里边四月 是不是要烧高厢了 再去过 还无所谓了 你去做你的事呗 是吧 你去是瞧心的 你不要管别人的事 现在慢慢还是躲着 就是说白色光 在楼上 不看这个心 对 心爱不爱 但是刚开始 安心不容易需要些法门 放了 哎 不是说说就能按住了 哎 乱七八糟 还会冒出来 它不用你控制嘛 哎 一处约就冒出来 一处约 所以我建议你听听 听佛经 就从声音里边进入 嗯 就安住在一个声音里边 随时那个声音 叮 就是加起来 自己就静下 在敲锅过程中 需要不需要 什么也不需要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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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你的心静下来 完全的听那个声音 全神惯重的听 你管它用啥听的 开始好像用耳朵 后来好像是不用耳朵的 用心在听 然后好像最后 所有的宇宙一切都是那个声音 好像你的烦恼也是那个声音 快乐也是那个声音 你的六根的痛也是声音 哭也是那个声音 笑也是那个哭也是那个 好像宇宙外边的所有声音 都在那一个声音 都包容在那一个声音 你喜欢或者不喜欢 所有的都是 那一个声音好像能涵盖所有的东西 那你就快开悟了 我告诉你 在想会不会找到寺庙去啊 不会去出家那种啊 那是以后的事了吗 那你就是想多了 那该出家的时候就去出家 而不是在这乱想 是吧 你提前想我该不该出家 这都是乱想 出家正正的说 到那时候说 该出家就去出家去 那你马上去去 出家有什么不好呢 我觉得他家说好像 出家是个很很难 或者很不容易的 其实出家也没什么好 如果一个人待着的话 过来就出家生活挺好的 但是你现在有孩子有老公 你肯定出不了 出家在家都 现在也没有什么 出家的也很自由 尽早出去有油啊什么 吃住行也不那么新 里面 There are O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